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Tako 那看到這個熟悉的三角台就知道 我們今天還是騎忍者400 那為什麼還是騎忍者400呢? 因為在上禮拜的時候 我發了一部影片 跟大家說忍者400很棒很讚 然後我標題打了 他是 那我一開始覺得沒什麼問題 後來有蠻多留言的 讓我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對 就有人說 忍者400不是仿賽 忍者400他是街跑車 廢話,這我當然也知道 但是呢 我一開始以為是 一些少數而已 那後來發現 好像有點多人的理解 都跟我不太一樣 後來我再去IG問一下 發現真的蠻多人的理解 跟我不一樣的耶 這就讓我產生了一些 讓我的想法產生了一些動搖 你們知道嗎 就是你一直習以為常的東西 你的認知就是那樣 你以為大家認知都跟你一樣 但是呢 到後來 你發現 你才是 比較少數的那些 我就覺得太恐怖了 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忍者400是不是仿賽 那仿賽的定義又到底是什麼的東西 好不好 那我也沒有跟大家爭什麼 我的想法一定是對的啊 我的想法一定是正確的 要去跟他爭論 真的是蠻多人跟我不一樣的 那我作為一個機車YouTuber 我覺得傳遞正面的訊息還是挺重要的 雖然我的影片沒有很多人看 但是呢 固定還是有個一兩萬吧 而且我看我的年齡群也是 都是年輕人的 所以正確的知識還是挺重要的 萬一我在這邊 嚇雞巴亂講 然後他在那邊嚇雞巴亂學 這樣也是不太好的 好不好 做一個公眾人物 這還是要有點責任感的 所以大家就理性留言 我們來溝通一下 順便向大家學習 因為我講的也不一定是對的 我也還在學習中好不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我對仿賽的了解是什麼好不好 那我對仿賽的了解呢 就是 仿賽他顧名思義就是 仿造賽車嘛 簡單一點理解就是 長得像MOTO GP裡的 車的都可以叫仿賽 是這樣嗎 那我叫仿賽 只是在叫他的外型而已 有殼 有那種帥氣整流罩的 我都會叫他仿賽 這是我看那麼多文章啊 看那麼多媒體 他們給我的一個觀念 因為像你看 什麼MOTO 7啊 小老婆那些 他們都會有一些 比如說300級距的車 然後就打什麼 300級距仿賽啊 輕量級仿賽啊 中量級仿賽是不是 CBR650也是街跑 我知道 但他們有些人也還是會打 紅牌入門仿賽對不對 就是這個仿賽這兩個字 讓我誤以為說 仿賽他只是在說 外觀而已 有整流罩的 你都可以叫他仿賽 那仿賽呢 下來 又可以再細分成三個 第一個呢 就是純種仿賽 就是我們說的跑車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街跑車 那第三個呢 就是比較舒適一點的 呂跑車 仿賽在細分成這現象 這是我的理解啦 那我看大家的理解 好像跟我的不太一樣啊 就是大家理解就是 仿賽就直接被 跟純種跑車歸納在一起 那街跑車跟呂跑車 他們就不是仿賽 就是外觀上他們是仿賽 但是性能上當然不是仿賽啊 這個我也懂的 好不好 不知道大家的理解是 怎麼樣子 所以我想要聽聽看大家的想法 可以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你對仿賽是個 什麼樣的想法好不好 你是跟我一樣呢 覺得外觀有整流罩的 他就是仿賽 還是呢 你各項性能配備 一定要都是那種 比較熱血啊 比較運動啊 比較趨近於仿賽的設定的話 那個才叫仿賽嗎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好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純跑 旅跑 街跑的差別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的理解呢 我是很有信心的 好不好 但我想大家應該也都理解了 好 那我們先從 純種跑車開始這樣 純種跑車呢 顧名思義 他就是很純 他就是要完全仿造 MOTO GP裡的賽車 所以不論是他的設定啊 他的配備 他的性能喔 都是以快為主 沙為主好不好 就是要滿足那些 在一般道路上 也想要騎著賽車奔馳的那些人 好不好 或者是你買來 你就是要玩賽道 你就是要直接下賽道 那你就買純種跑車就好啦 那再來街跑車呢 他就是呢 你想要 純種跑車的外觀 但是你覺得純種跑車 那個騎姿真的是太累了啊 因為通常要運動喔 都會比較趴 更好去做一些抄架的動作 那街跑車呢 就是像忍者400這種 你想要仿賽外觀 但是你是每天都騎的 你不想要那麼的競技喔 你想要他是可以carry你 比如說上下班啊 但是偶爾出去跑山 也要保留一點運動性的話 大家都會選街跑車 引擎的設定取向還是蠻戰鬥的 但是他的騎姿給你 會是比較適合日常的 還有懸吊也是會調教的 稍微舒適一點 那最後呢 就是旅跑車啦 旅跑車就是給那些 一樣你想要仿賽外觀 但是你騎車就是要舒服啊 你騎車就不想要在那邊 運動啊 競技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不會 我只想要跑長途啊 我要很舒服的騎摩托車 旅跑車就很適合這種人 所以旅跑車通常他的把會很高 然後他的整體設定也是偏上一個舒適 舒適類型 然後功能也會蠻多的啊 比如說可以給你掛個側箱啊之類的 那講完這三個分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仿賽比較了解一點 當然如果你還是覺得仿賽就是 純中跑車的話 那那也OK 沒關係 每個人的理解不太一樣 就是想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想法是什麼 那最後呢 我想要都來到台西翼的嘛 車子那麼多 是不是 我當然要來訪問一下 大家的想法是什麼啦 實地訪查 我們就直接開始問好不好 Let's go Hi 哈囉 方便問你個問題嗎 我在那個拍影片 然後我方便問你個問題嗎 你覺得忍者400啊 他是仿賽車嗎 覺得忍者400他是仿賽嗎 呃 應該不算嗎 不算對不對 是吧 R3也是仿賽車吧 是吧 算仿賽 所以你的認知是 就是仿賽他就是要比較像純 就是要純中跑車那種 那你的理解可能跟我一樣 你可能是覺得仿賽是一個統稱 然後他可能可以分下來 旅跑純跑跟街跑 對不對 我覺得仿賽車長得像賽車而已啊 因為他都叫仿賽啊 對對對 他就是仿賽車嘛 但是我覺得他們講也沒有錯 可能他們連什麼性能啊 什麼配備 也要仿賽車 所以他們也是會這樣想 我這個仿賽第一 可能會比較嚴格一點 就是你要 他要純種 然後他要低把 然後又熱血戰鬥 對我來說仿賽的 他的騎乘三角 把手會完全在幫 就是 就是要配 就是 因為畢竟你跟這個400 他算是一個比較入門級的車種 嘿嘿嘿 那你自然呢 他不可能說完全像 他跟 嘿嘿嘿 TASDA一樣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 可能他還是不算是 他就是街跑車 好 謝謝謝謝謝謝 就是我大家都來訪問一下 對不對 嘿嘿嘿 所以我覺得是仿賽 仿賽嘴臉啊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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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問一下車主啊 你覺得仿著是 還是仿賽啊 旅跑 旅跑 好一個旅跑啊 有可能還可以改滑胎 好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在回程的路上 我差不多問完了啦 我大車小車都有問 連速克達的也都有問 那大家對仿賽的認知 其實也是一半一半啦 有些人他會比較嚴格一點 他就是覺得仿賽一定是 純中跑車那樣 那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樣 然後他覺得仿賽 只是一個統稱這樣子 就是有整流罩的 你都可以叫他仿賽 但是你要再細分下來呢 他可以分成街跑 旅跑跟純跑這樣子 那大家說的也 這兩派說的也 都沒有錯啦 都是ok的 就每個人的認知不同嘛 所以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仿不仿賽呢 還是要看你怎麼去定義這個詞喔 連帶動性能啊 或騎姿 都要有那種賽車的協同 那才叫仿賽 也沒錯 但是你要說他有整流罩 就是仿賽的話 也ok啊 也算是幫自己上了一課 因為我之前的認知就是 仿賽他就是有整流罩 但我沒想到 有那麼多人都認為 就是仿賽他是 純中跑車 那大家對仿賽的看法 或是理解啊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想分享的話 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那我是Taco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